我已經好多年了 我告訴你這個東西 我要打炸牙 這個炸牙就告訴你怎麼清潔你們的炸牙 因為我昨天聽到一個電台說 叫人家怎麼清潔炸牙的 用什麼方法呢 但是我沒有打電話去 但是我又想打 就講你跟你們說一下比較好 為什麼 炸牙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所以我教你們怎麼清潔 我還有說一件東西給你們聽 大概我十十歲的時候 十七八歲的時候 我拔牙齒 還是我第一次拔牙齒 那個牙醫就說 哎呀你很漂亮哦 怎麼走就沒有牙齒了 我當時我很不太尷尬 沒有說什麼話 後來我這幾年就想 一直說 可以 如果今天有牙醫對我說 我就可以緊緊對牙醫說 我有命都好了 不用剪了 沒有牙齒不要剪了 哈哈 我就快點命都沒有了 哈哈 就是這麼簡單 你覺得好不好笑 OK 我不擔心你們的時間 這個就是炸牙 這是炸牙 你為什麼呢 炸牙帶得旺旺呢 其實我對你們說 為什麼不好呢 怕它的鐵啊 它會伸手 如果我們是很快一點清潔的方法 其實可以的 我們平時呢 去玩東西啊 或者晚上睡覺的時候 整個炸牙 把清水浸出來 到明天走上來 帶就可以了 還有 如果你覺得 牙齒旺旺呢 未面有一些東西 可以買的 而你剪的 我覺得 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鐵呢 要鐵絲的 要鐵絲的 其實我們用清水就夠了 為什麼他們要剪呢 我都買過一種產品 我覺得不理想 稍果不大 後來我就留了一次大概一年前了 嗯 因為 大概電台人說 我真的要剪了一點 所以我不用等你們的時間 OK 就是這樣 炸牙 你看我的炸牙 真的很旺的 這裡是以前的 不是現在 我沒有用 只不過沒有用 沒關係 我告訴你 如果你的炸牙是被的 最後你放冰架 拿個盒子 盒子 盒子 放在裡面 拿布包起來 放個盒子裡面 那就OK的了 放冰架 蓋著蓋子 放幾多年都可以的 啊 然後呢 怎麼我教你們清潔呢 就很簡單 我希望你們 就聽我說這句說話 如果我們的炸牙呢 是剪了一種什麼什麼清潔劑的 我絕對是傷害怕炸牙 尤其是有鐵的東西 不受講話 也是一種傷害來的 所以我感覺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蒸蛋漂亮就夠了 因為我們用清水 浸一下整個炸牙 自己夠 為什麼 主要你說 選它的往往的 嗯 有方法 Good idea 因為為什麼 就是 我又不怕告訴你 這張就是一張 一張 我寫好了 梳打粉 擦炸牙 好清潔 你看清楚了 OK 我教你怎麼拆 就是很簡單 我們準備水 這裡是梳打粉 然後呢 蘸一點水 這裡是薄薄的 薄薄的薄的 然後蘸一點水 然後呢 蘸一點水 蘸一點梳打粉 最簡單 不停不停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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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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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身材比较一下 如果你比较得到就到了 因为我没有怎么注意 你看一下 所以就是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 有道理的 你不妨使用我这个方法 不止省钱怎么简单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 浸别的清洁剂 怕它伤害我们的铁 或者里面的塑胶 可能都有一点 对它不好的那种伤害 所以我们 晚上浸清水 浸了之后出来睡觉 都走上来带 用清水就OK了 如果你要清水就很简单 就拿出来抹衣衫抹衣衫 它就很清洁了 刚刚抹的 我觉得怎么样 我接下来见你了 拜拜